带您来关心进口蛋的争议了 进口蛋的争议是持续延烧 进而上升到食安问题 农业部长陈吉仲 昨天晚间开完记者会说明之后 晚间发了2000字的长文请辞 行政院也获准21号正式生效 将由次长陈俊纪代替 但根据了解 陈吉仲其实至少有5度是向高层表达说 他想要请辞 不过呢就短期的进口鸡蛋 执政的高层认为说 陈吉仲确实解决了弹元不足 以及平易弹架的任务 因此针对在野阵营的攻击 视为是选战期间的正常攻防 但争议却越烧越大 来自党内的辅助炮火却严重不足 造成党内的派系 特别是逐渐在掌权的 心系高度的焦虑 关键点就在9月17号 府院的高层呢 是在早上的时候 在总统府的官邸举行了会议 由陈吉仲提出说明 当时陈吉仲就已经口头请辞 傍晚5点多的时候 有媒体报道说陈吉仲情思获准 但苏贞昌立刻跳出来 批评党内有人在放话 让府院的高层决定踩刹车 发声明强调已经被喂留 其实陈吉仲和苏贞昌两人的关系 而且感情都非常的深厚 因为呢 两人不只是长官和下属的关系 两人都是平东人 而且呢 苏贞昌的母亲 更是陈吉仲的国小老师 陈家族有许多人都是苏贞昌的支持者 虽然呢 有老长官苏贞昌立挺 但是陈吉仲的官位仍然是不敌现实的情势 18号的时候 9月18号 陈吉仲是紧急取消了两个行程神隐 但这件事情确实不能只有陈吉仲的人头就可以止血 在党的策略其实很清楚 看准的就是陈吉仲的仇恨职 后续呢 再进一步追打新系背景的旭采木的董事长林聪贤 尤其呢 但的保存问题 还有实案问题 不仅是陈吉仲的责任 更是林聪贤的职长 在一路职攻民进党总统参使人赖清德的选情 因此19号 陈吉仲是到立法院跟民进党党团报告完之后 一天是两度的鞠躬道歉说明 晚间就宣布请辞获准 另一个关键角色呢 也就是血产木的董事长林聪贤 他也一起走人 说美好的仪仗 我们已经一起挺过 希望一切可以回归到事情的本质 但传出林聪贤走人 也是行政院高层规划的配套措施 主要呢 就是因为考量 如果只有陈吉仲下台的话 恐怕会被指向是派系斗争 不愿高层原本规划 陈吉仲有三个下台的时间点 分别是9月上旬 9月18号 还有9月21号 如今呢正是他们规划的三个寝司的时间点 只是呢 陈吉仲虽然下台 昨天记者会上还是喊冤 说其实呢 农业部的假消息是特别多 更痛批补助款1.7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如果贸易都不需要运输费用 保险仓储的能力费用吗 是难道台湾这边难道农业部是多拉A梦的任意门吗 可以从巴西开个门 鸡蛋就可以来到台湾 更直呼自己为大众带来了许多的效益 他也运算出一个公式 他说如果呢一天需求2000万颗鸡蛋 那一个月30天来算 陈吉仲说政策3到7月的时候 总共需要30亿颗蛋 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的话 黑市的价格是高达每颗高达9元的鸡蛋价格 消费者省下的支出已经超过了2元 那以31颗鸡蛋来算的话 消费者就至少省下了60亿元 难道这个支出不是效益吗 但是呢就算陈吉仲离职 还是有许多的案子在身 9月7号的时候 台北市议员许巧新张思刚跟游淑慧 认为农业部的合约超私不花一毛钱 就可以赚取8%的服务费 告发陈吉仲是涉嫌贪污的图利罪 9月14号的时候 因为巴西蛋的有效日期标示不实 罗志强再告发陈吉仲涉嫌诈欺 还有商品虚位标记罪 这两岸呢北检都已经分为他字案 9月18号的时候 陈吉仲坦承有5402万颗鸡蛋 是需要销毁的 各界指引农业部浪费公帑超过2亿元 再被告发独职罪 三个案件也将指派同一名检素的 黑金检察官调查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